Mr. Beast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不管是在什么领域 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 他凭借着自己有能力 就必须帮助他人的原则 在过去就帮助过了无数的人 然而不管他帮了多少的人 Mr. Beast都依然还是遭到他人谴责批评 这又是为什么呢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Mr. Beast作为一位YouTuber 即便有这五个不同的频道 但每个频道都突破了千万的订阅数 主频道更是有这1.3亿的订阅人数 曾经为了让另一位游戏实况组PewDiePie 打败T-Series而不停打广告的他 现在自己的订阅数也已经超过了 PewDiePie的1.1亿订阅数 玩家机密在过去也有做了一部 关于Mr. Beast故事的影片 只不过就在上个月呢 Mr. Beast就在YouTube上传了一部 为盲人治好眼睛的影片 虽然这一部影片深受大家的喜爱 也获得了很多支持 但这件事情也在推特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甚至有人开始批评Mr. Beast拿盲人来赚钱 这又是为什么呢 今天的影片就是要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Mr. Beast做好事 会遭到网民的攻击 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哈吉明摆秀 在进入主题之前按照惯例 先来跟玩家们说一下Mr. Beast这一号人物 Mr. Beast是一位YouTuber 曾经凭借着真人版鱿鱼游戏 以及一些挑战影片而爆红 在影片中也会不吝啬地 大方送出庞大金额的奖金 除了这些之外 他对游戏圈的贡献玩家们也是有目共睹的 不仅制作了许多有趣的Minecraft挑战影片 还成为了Fortnite的角色造型之一 而且他在过去也会大方逗内给那些没有观众的实况组 给予他们鼓励以及动力 让他们继续实况下去 甚至还免费送出了许多的游戏机给玩家们 让他们能够玩到心仪的游戏 在过去他也为了影片 开了一家暂时性的Mr.Beast商店 让光顾的人们可以免费拿到里面的商品 当中就包括了像PS4 Xbox One 和Nintendo Switch等主机 当然他也有跟YouTube官方进行筹款项目 在纪念Technoblade的影片中将筹到的金额 捐给了研究肉流的基金会 而且之后他也发起了非常多具有意义的活动 像是种植2000万棵树 或者是收拾海滩的垃圾等 还对此活动进行了筹款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捐款 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爱护地球计划 Mr.Beast更是成立了一个慈善事业的频道 并在该频道中进行了多项的筹款活动 而且玩家们也可以在 Mr.Beast慈善事业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影片里参与捐款 借此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像是为乌克兰的难民 为那些被龙卷风破坏家园的难民 又或者是随机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物资和帮助 一直到今年2023年 他的任务也远远没有结束 除了给予没有鞋子穿的非洲小孩2万双鞋子之外 他更是帮助了1000位盲人 为他们支付了医疗费用 让他们能够治好弱势 或者是看不见的问题 这部治疗盲人的影片 不仅成功爆红 顿时获得了无数玩家的支持 不过正所谓人红是非多 这部影片也掀起了另一群的人开始在推特上讨论 一位推特用户就在推特表示 Mr.Beast的这部影片看起来很邪恶 但他却说不出是什么地方 这样的描述可以理解成这个东西很烂 但收不出什么地方烂的感觉 此贴文很快就掀起了热烈的讨论 许多用户就在下方表示 Mr.Beast的行为并不邪恶 相反的是一种祝福 觉得发贴文的人纯粹只是为了酸他 可是仍有部分的人会觉得 Mr.Beast是在透过这样的方式 利用这些人来赚钱 也有一些人觉得Mr.Beast只是为了内容和影响力 才做出这一部影片 他则是支付了这些人手术的费用 并没有真正改善这些人的生活品质 对于这些批评当然也遭到了许多人的碰击 毕竟了解Mr.Beast的玩家都清楚 虽然Mr.Beast确实是透过影片收益来赚钱 但他也把这些钱用在了帮助他人 以及影片的制作成本上 他曾在访刊中就有提到了 他为了让频道变得成功 想要成为最大的YouTuber 不管自己赚了多少钱 都会将这些钱砸在了影片的制作成本上 甚至是将这些钱给了有需要的人 随着他影片的品质提高 他一些影片的收益 甚至还比他的制作成本还要低 但他也表示自己并不在意亏损 他更关心的反而是影片的品质上 所以要说他利用这些人来赚钱 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 因为他曾经也表示 影片中赚到更多的钱 才能够将这些钱帮助更多的人 再加上有很多玩家也认为 Mr.Beast确实是有帮助到了这些人 治好了他们的眼睛 这个是眼见的事实 对于此事 另一位内容创作者 Moist Critical 就有表示 Mr.Beast做的事情其实真的非常好 他拿了另一位名叫Phidias的YouTuber 来作为比较 这名创作者曾经已去参观 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作为影片 也就是所谓的理由扶贫 展示了那个国家人民贫穷的生活 却没有给予任何的帮助 反而自己还透过YouTube的流量来赚钱 这也导致这部影片 引起了网友们的反感 获得了大量的导赞 Moist也在影片中表示 Mr.Beast并没有做出那种 去看别人贫穷的生活的影片来赚钱 许多玩家也因为Mr.Beast的事情 而回到了这部影片 再次批评了这位创作者 这两者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一个做出了行动 帮助了他们 另一个则是利用了他们 成为了自己赚钱的工具 而许多人也透过了Mr.Beast的这一件事情 开始批评资本主义的制度 也就是有钱人可以得到很好的医疗体系 但穷人却没有办法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 从而导致贫困人士 不能够进行治疗这一回事 假设Mr.Beast没有帮助这一千个人 那么这一千个人到底要等多久 才能够得到治疗呢? 因此也有不少人觉得 不应该将问题责怪在Mr.Beast的身上 而是应该责怪这个制度 当然在盲人事件掀起一阵讨论之后 不久前2023年3月4日 Mr.Beast的一则贴文又再次引起了争议 2022年Mr.Beast和Fistables 合作推出了Mr.Beast品牌的巧克力 并在2023年正式上架 然而Mr.Beast就发现到了他们的巧克力栏味 在一些商店中被顾客弄得一团乱 因此就在推特发贴文 希望大家可以帮助他们 如果在商店里看到了他们巧克力的栏味 非常凌乱 请帮忙整理干净 且表示自己正在建立一个团队来负责此事 所以要求大家在短期之内可以帮助他们 他甚至还表示 为了感谢大家的帮助 自己会捐助10万美金给慈善机构 当然这样的要求又再次引起了 两边不同看法的人讨论 有些人真的热心地帮他整理了栏味 有些人则选择了捣乱 然而有人就开始谴责 Mr.Beast作为一位富豪 既然要求消费者做免费的劳工 帮他整理巧克力 甚至有人也觉得不应该为商店的员工 和一位亿万富翁做免费的劳工 都有那些帮忙整理商品的贴文 让他感到不理解 还有人表示 Mr.Beast再次解锁了 全新的资本主义形态 要求低层人士为他做免费劳工的行为 让他感到很讨厌 当然也有一些搞笑的贴文 对方表示抓到了捣乱巧克力栏味的犯人 并将他给绑了起来 询问Mr.Beast要如何处置 但其实往好的一方面想 Mr.Beast作为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许多小孩在看到了他的贴文之后 主动地去整理巧克力 其实也是为这群孩子 养成了一个好的品行修养和习惯 甚至在未来他们也不会去破坏商店中的产品 这样的教育方式不是更好吗 不过呢 对于这个巧克力的事件 其实Mr.Beast也有做了一个不太好的事情 那就是他在这一则贴文底下 有提到了如果不够空间 可以将另一个竞争对手的巧克力 Hershey给移到一旁去 让他们的巧克力有更宽阔的位置 虽然这一则贴文已经遭到了删除 但还是被发现的网友们给批评了一顿 虽然Mr.Beast以往的作风就是如此 像是在过去呼吁大家订阅PewDiePie的时候 就有要求大家退出于T-Series 但放在了充满认真魔人的推特上 这样的方式很容易就会被放大 因此也变成了不好的示范 同一时间 Mr.Beast的慈善事业频道推出了新影片 他赠送了两万双的鞋子 给了非洲的小孩 让他们可以穿着漂亮的鞋子 开心的去上学 然而这一部影片又再次的被人说三到四 有人说他其实可以送更多双的鞋子 有人则说他其实可以做更多的事 一些网民也表示 Mr.Beast这样的方式根本治标不治本 并没有解决当地居民所面临的问题等 当然还是有人说他透过这样的影片来赚钱 这也引来了本尊的亲自回应 Mr.Beast表示 自己并不会在这个影片中赚取任何的盈利 甚至整个频道的收入都会拿来投入在慈善事业上 而他做影片的目的就是要透过影片流量的收入 来得到更多的费用 从而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除此之外 对于过去造成轰动的Mr.Beast汉宝快餐店 Mr.Beast也表示 自己没有从餐馆中拿过一分钱 快餐店的收入都是用来帮助那些在疫情期间陷入挣扎的餐厅 同时也为失业者们提供了一份工作 推特如此恶劣的环境 也让许多的Mr.Beast观众感到无语 纷纷表示 We live in a society 这个就是社会 一些人还开玩笑地表示 Mr.Beast帮助的那一千个人 应该会很后悔恢复势力 因为这样让他们看到了 推特中的那群脑癌们的言行举止 对于Mr.Beast最近发生的事情 其实都是正面反应大于负面的 基本上那些负面的批评谴责 都是在推特中出现 就像一些玩家所说的 这些人所说的重点应该谴责资本主义的制度 而不是正在为社会贡献的Mr.Beast Mr.Beast虽然有时候会为了影片做一些效果 但他的本质以及出发点都是正面有意义的 把他做成影片除了获取收益做更多的事情之外 也是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选择站出来帮助他人 比起那些只会谴责制度问题 说他拿穷人来消费 不自己行动的键盘侠们 Mr.Beast所做的贡献是不能和他们相比的 而且他所触碰的领域也不仅是服务业 就连创作游戏领域的玩家们也得到了他的不少帮助 或许身为旁观者的我们在看到了他支付手术费用 让那些人能够看见这美丽的世界时 会产生不一样的情感和想法 但对于当事人来说除了感激就只有感动 即便Mr.Beast不是有钱人 他也依然会选择这样做 因为从他推出第一部Minecraft影片的那天起 他就已经决定了要制作很棒的内容 同时在他跟赞助商要求更多的钱送给流浪汉的时候 他也已经决定了要帮助更多的人 就像许多玩家说的一样 他或许跟其他的成功人士一样 资产非常的高 但他也是少数愿意用庞大金额去付出的内容创作者 他善良以及帮助他人这点 都是玩家们值得向他学习的地方 那么今天的影片到底就结束啦 Mr.Beast会被他人批评的原因 除了是推特的恶劣环境 以及算名留言之外 最重要的是受到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 再加上公开做善事 本来就一定会面临部分人的质疑 毕竟公开做善事永远都不能满足所有人 总是会有人觉得你做的不够多不够好 不过玩家们你要记住 不要去在意他人的眼光 想要心善的你们也跟着自己的心去做 最重要的是自己问心无愧 做得开心 把爱继续传下去 对于Mr.Beast最近引起的争议事件 玩家们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